所谓的三心不可失 也就是叫我们时时记得要有慈悲心 惭愧心和忏悔心 三心第一就是慈悲心 第二就是惭愧心 第三就是忏悔心 玄空法是全真上人教导弟子 想要受到天的庇护 慈悲惭愧忏悔三心不可失 十尊禅开是告诉我们的 三心不可失 第一就是慈悲心 第二就是惭愧心 第三就是忏悔心 那如同古德圣贤啊 懂得对人慈悲 凡是好的呢 都会先想到别人 那时时忏悔自己的 每天的所作所为 惭愧自己一言一行 是否有失庄严 那保有伦理道德中的传统文化 人意理智性的人格 这样呢 不但老天会保佑我们 相信啊 幸福平安啊 就会马上到 佛陀以慈悲为本怀 我们要学习佛陀的慈悲精神 用慈悲心处事 一般骄慢的人 不会产生惭愧心 唯有惭愧心 我们才会自我检讨烦性 便有改过改进的可能 忏悔心就是要承认自己的过失 并且承担应付的责任 佛教强调修道的人 如果不承认错误 不能改过向善 那么修道就不可能有进步 史方新闻黄慧如黄凯杰 台南采访报道